Hello,大家好,我是翼王 今天我們來上手評測一下 Intel最新推出的12代酷睿處理器 對於星際的同學可以先跳轉到性能測試的部分 然後再回來看一看新架構的改動、測試條件、DDR5之類的介紹 雖然說這個視頻的主角是酷睿12代CPU 但是在聊它之前有一個沒辦法避開的存在 那就是競爭對手AMD 憑藉著優秀的ZEN架構 AMD的CPU甩掉了當年的ISR莫秒圈的污名 重新掌握了大量的市場份額 並且終於在5000系列推出時 在單核和多核性能方面都佔據了領先的地位 Intel這邊變成了暫時落後就重新開始發力猛追 然後在酷睿11代發售僅半年多後 他們就立刻推出了全新的酷睿12代 搭載了諸多的改進 看來這一次他們是有備而來的 這次的新處理器除了升級為名字改叫Intel 7的 Intel 10nm加強版工藝 加大了3G緩存 還刪掉了剛在11代上面加入的AVX512指令機之外 最引人注意的應該就是這一個 雖然Intel官方堅持它不是大小核 但是從官方自己放出來的圖來看 它也是一種大一種小的混合核心架構 酷睿的時候在處理器由性能核心 Performance Core 簡稱P核和能效核心Efficient Core 簡稱E核組成 按照Intel的說法 他們發現在散熱和功率有上限的情況下 想靠傳統堆砌單一種類核心的方法來提高多線程性能 是有極限的 所以就想到了將兩種核心混裝到一起的混合架構 其中P核主打高性能 除了傳統的計算外 還可以很好的處理向量、伏點、人工智能等新型任務 對比11代處理器在相同頻率上有著約19%的性能提升 並且支持超線程 而一核則主打能效比 不支持超線程 同頻性能比10代處理器高一點點 同性能輸出的情況下 一核功耗只有skylake核心的20% 佔用的核心面積也更少 那麼從功耗及成本角度出發 通過對一核數量來提高多線程性能表現 就更划算 兩種核心配合到一起來工作 就既可以提高單核性能 又可以提高多核性能 還不會使功耗和發熱的爆炸 兩種核心可以達到的最高頻率不同 甚至在Z690芯片組上面 這兩種核心還是可以分開單獨超頻或者降頻的 這也是Intel反覆強調的 不是像手機處理器那樣一種是性能核心 一種是省電核心 而是為了保持高能效比的情況下提高多線程性能 但說了這麼多 我個人還是有一種 為了下一代筆記本處理器鋪路的感覺 然後提到這種混合架構 很多人首先就會想到任務調度的問題 比較擔心會不會出現你希望批核去處理的任務 被交到了一核的頭上 或者反過來 導致工作表現和你的預期不太一樣 實際上Intel在12代酷睿處理器中內置了Thread Director 可以實現納秒級別的任務調度 暈時下由CPU自身進行硬件調度 暈時下則是軟硬件一起 會分析任務的特性交給核式的核心來處理 聽上去是非常美好的 但實際使用情況嘛 還得看實際使用情況才能知道 目前已知的基礎調度邏輯 是有任務下來優先交給P核 繼續增加任務的話 再讓一核加入戰鬥 最後才是啟用P核的超限程 除了全新的混合架構之外 12代在IO方面也進行了大升級 10代才剛剛引入了PCIe 4.0 這代就直接跳到了支持PCIe 5.0 帶寬是4.0的翻倍 但市場上還沒有PCIe 5.0的顯卡或者SSD等產品 這次也沒法測試 內存除了支持DDR4之外 也直接支持了剛推出的DDR5內存 第五我們等一下講測試配置的時候再一起介紹 另外12代CPU和Z690芯片組之間的通道 也升級到了DDR4.0x8 讓Z690主板可以擁有更多高速的IO接口 當然,各種升級的代價就是CPU的插槽又換了 這一次直接升級到了LGA17 比上一代多了40%的針腳數量 甚至CPU整一個都變長了 散熱器的孔位也出現了變化 好,12代的新架構介紹完了 來看一下我們這次評測具體使用的配置 CPU我們這次會評測i9-12900K和i7-12700KF i5暫時還沒搞到,有機會再補一下 其中12900K是8個P核加8個E核 最高睿頻5.2GHz E核最高3.9GHz 核顯是HD770 12700KF是8個P核加4個E核 睿頻低一點,最高直到5.0GHz E核最高3.8GHz 後追F大家都知道了,是沒有核顯的意思 過來是測試平台的介紹 這次我們收到了ROG的大禮盒 裡面包含了主板、內存、散熱這三件有新要求的產品 其中主板是ROG Maximus Z690 HERO 這一代放棄了過去的數字命名 換回了常規的按照芯片組命名的做法 確實也是更容易理解了 這塊新HERO主板的CPU供電 從上一代的14加2模組升級成了20加1模組 配合強大的散熱模塊 確實可以說是怪獸級供電了 為超頻做好了充足的準備 內存方面不用說,是支持了最新的DDR5 而且ROG的工程師還加入了對D5內存供電上線的解鎖 方便你挖掘內存的潛力 同時還支持AI智能超頻、AI智能散熱、AI智能網絡和雙向AI智能降噪 幫你智能的優化各種配置 IO接口方面也是非常的豐富 除了大量的前後製USB接口之外 Maximus Z690 HERO還直接提供了兩個雷電4接口 可以連接各種高速設備 然後WiFi61、2.5G網口這些最新的網絡配置不用說都是有搭載的 NVMe支持方面,除了主板本體上自帶的兩個4.0插槽之外 還附送了一張可以支持PCIe 5.0固態的M.2擴展卡 看到這張卡,又想起年初的時候 類似的ROG硬盤擴展卡在顯示上面賣到上千元的情況了 除了性能之外 Maximus Z690 HERO還創新性的增加了很多貼心的意義 易用性設計 比如只需要按旁邊的顯卡抑拆鍵 就可以解除PCIe槽的卡扣 雖然設計起來確實不難 但是在機箱裡面換過顯卡的朋友應該能理解到它的便利之處 特別是當你的散熱器體積比較大 顯卡還有背板的時候 想在機箱內用手指摳到那個卡扣 簡直就比早睡早起還難 用螺絲刀去捅又容易不小心弄壞別的東西 主板的前置Type-C接口還支持了Quick Charge 4加60W充電 配合合適的機箱 甚至都可以給筆記本電腦充電了 最後不用多說 這是神光同步的RGB燈效 那是必須的 搭配12代的內存條 我們使用了金士頓的Fury系列DDR5 16Gx2 頻率是5200,持續為CL40 因為金士頓的HyperX的品牌已經出售了 所以後續會由Fury這個品牌來佔據原本駭客神條的位置 除了頻率的變化之外 DDR5還做了挺多改動的 比如從單根DDR4的64bit單通道 變成了單根DDR5裡面包含了兩個32bit的子通道 和GPU的數據交換變得更加靈活了 然後DDR5帶有片上ECC糾錯了 雖然想要比較安全 還是要另外再加獨立的糾錯顆粒 但高頻運行時比之前還是要穩上一些的 還有供電模組從主板移動到了內存自身的PCB上 這個改動是為了使高頻運行時更加穩定 缺點就是內存整體的發熱量可能會有所增加 而且供電模塊可能比顆粒更容易出現故障 當然12代CPU也可以配合D4版本的主板來支持DDR4內存 Intel官方的說法是D5遊戲性能更好,差距在5%以內 也不知道官方是用多少頻率的D4和D5來做對比的 受限於時間和配件的關係 我們這次12代測試只使用DDR5 同時會直接跑在金斯頓這一堆內存的XMP頻率上 後續有空再來慢慢研究內存超頻以及和D4的對比 CPU散熱器統一使用了ROG玩家國度的龍神2-360一體式水冷 它採用了第七代的ACETEC水泵 搭配貓頭鷹2000轉的工業級風扇,性能非常的強悍 龍神2代的LCD屏幕也升級到了3.5寸 配合軍火庫軟件,可以播放GIF 配合AIDA64還可以顯示系統數據什麼的 我們說到的這一個已經是自帶了LGA1700扣具的版本 之前購買了ROG水冷的用戶 現在可以去微信ROG會員小程序申請LGA1700的扣具了 顯卡我們統一採用了RTX3080 它也是比較高端的一張顯卡 遊戲性能和80Ti 900超的不多 遊戲測試時我們會調成傾向於考驗CPU性能的設置 所以顯卡性能對結果的影響其實不是特別大 當然最重要的原因是 之前手上的其他高端顯卡都趁著礦潮賣掉換成儀器了 硬盤還是之前做硬件評測時慣用的 影池名人堂HOF PRO NVMe PCIe 4.0 SSD 容量為ETB 系統和遊戲什麼的都在它上面 最後的電源依舊是老朋友追風者的REVOLT X 80PLUS 1200W白金雙系統電源 海運Prime架構,12年保修靠譜好用 還可以一個電源帶兩台電腦 作為參考對手我們選擇了11代i9 11900K 以及兩顆紅色陣營的CPU 5900X和5950X 主板分別使用了Maximus 13 Hero 和Crosshair 8 Dark Hero都是Hero級別的 和這次測試12代的主板能對應得上 對比起來應該是比較公平的 除了記憶體是用的DDR4 頻率是按照比較適合它們的雙通道3600C16以外 其他硬件都和測12代時一致 其中AMD陣營我們開了自動PBO來跑測試 雖然PBO嚴格來說算超頻 但因為操作太簡單了 對於用戶來說沒有什麼成本 也可以認為是AMD平台的優勢之一 操作系統這裡剛好碰上了Win10和Win11的加接點 也不能說剛好吧 畢竟Win11說是對12代處理器的核心道度有優化 操作系統和12代的性能發揮還是有些關係的 而且Win11之前對老處理器 特別是AMD這邊優化不是特別好 所以我們在Win10下對酷睿11代和瑞隆5000進行了測試 保證它們有最好的性能發揮 然後12代的CPU在Win11和Win10下都進行了測試 還是能看到一點有意思的東西的 因為CPU到的也比較晚 工程量還挺大的 這個評測做出來真的不容易 記得給我們的技術小哥點贊支持一下 那麼終於要開始爆成績了 首先還是老朋友新的Bench 在220版本中可以看到 12代處理器的單核性能提升非常的大 同樣是i9對比的話 單核分真的剛好高了約19% 12代i7對比上一代i9也有百分之十幾的提升 多核得分12700KF剛好和開了PPO的5900X差不多 12900KF比5950XPPO低了個位數的百分比 這個對位可以說非常的精準了 同時可以看到即使是12代的i7 都能比11代i9強上非常多 R23中的成績表現也是差不多 Intel這次算是搶回了單核王者的寶座 不知道能保持多久 另外可以看到Win10下的成績會比Win11下略高一點點 但可以算到誤差範圍內 然後是3DMark中的CPU跑分 它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遊戲中的CPU性能表現 在DX11的FSE測試中 兩顆12代酷睿稍強於兩顆AMD處理器 DX12的TS測試中12代則是全面勝利 這個成績感覺和優化有關係了 我們也跑了3DMark新出的專門針對CPU的跑分項目 可以看到到8線程跑分為止 12代酷睿對比11代和銳龍5000都有著一定的優勢 這兩個CPU的性能核心數量都是8個 16線程開始AMD重新占優 最大線程數時贏了6%和10% 過來是Spec World Station生產力軟件集合跑分軟件 在幾款渲染和轉版軟件中 12代酷睿對比11代依然有著非常大的提升 同時開了PPO的兩款AMD處理器還是多少存在著一定的優勢 其中在Handbreak中 12代處理器在Win10下的跑分低了不少 這個應該就是任務調度導致的問題了 然後在吃單核和SSD性能的7-Zip解壓縮項目中 反倒又是Win10下12代的表現會比較好 過來是V-Ray5CPU跑分 這也是一個多線程的3D渲染軟件 開了PPO的兩顆AMD處理器 比在之前的其他3D渲染測試中優勢都大 我們開了任務管理器確認過 無論是Win10還是Win11下 12代的占用全部都是滿的 應該不是任務調度導致的 接下來是終極傳統老項目Super Prime 這玩意有15年沒更新了 結果是11900K拿了冠軍 這一個肯定就是優化問題了 然後是也有10年沒有更新的智速計算軟件W Prime 這個項目的成績非常有意思 在不同條件下12代的單核成績都還可以 在Win10下各處理器的多核得分的排名和V-Ray5中也差不多 但是Win10一下 兩款12代處理器的成績都差得離譜 特別是i7表現居然比i9還好 我們開了任務管理器確認了一下 發現i7-12700KF跑這個測試時 最後四個核心佔用特別滿 其他核心上只分攤了一點任務 而12900K則是佔用全部擠到了最後八個核心上 不過我們簡單算了一下 把頻率什麼的都考慮進去之後 和Intel公布的成績也不太一樣 所以可能也不太準 除了CPU跑分之外 我們也用AIDA64測試了一下大家比較關心的DDR5的內存性能 要注意AIDA64還沒有針對12代處理器進行優化 只能做一個前期的快速參考 然後我們發現12代在Win10下跑出來的緩存成績比Win10下要好 所以橫向對比時我們都取Win10的成績 金斯頓這一對DDR5內存在開了XMP之後 對比JDEC標準頻率下會有約7%的性能提升 和頻率的增加是接近的 為了避免大家看得眼花等下就只放XMP了 5900X和5950X的內存跑分差不多 只是緩存有差別 這東西跨架構也不太好對比 就只取了5950X的成績 所以最後就由這幾個來做為橫向對比的參考 首先可以看到12900K的各項緩存速度都比12700K要高一點 內存的帶寬和延遲的表現都要稍強一點 這個和CPU的單核表現也是有關的 然後DDR5對比DDR4明顯帶寬提升非常之多 對持內存帶寬的軟件會有幫助 但是延遲相應的也增加了 畢竟時序數值基本都是翻倍的 遊戲可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這個情況和DDR3升級到DDR4時是類似的 大家也要注意這幾個DDR4的成績 已經是針對內存控制器超到比較合適的頻率了 而DDR5只是初期還沒有超到JUO 這比JDEC初始標準高了一點點 而要知道DDR4的初始頻率可是2133和2400 DDR5的優化空間還是非常大的 理論性能完了之後就是遊戲的測試了 因為我們是在Intel開發部會之前確定的測試項目 所以基本上沒有跑到那些12代優化特別好的項目 都是跑到我們慣例的那幾個 首先是CSGO這個銳龍的傳統優勢項目 主要吃的還是單核性能 可以看到12900K在W11下已經超過開了PBO的銳龍處理器了 雖然只贏了一點點甚至可以歸到誤差裡面 但對於Intel來說起碼少了一個吃虧的熱門遊戲項目 就是12700K它又出現了優化問題 不管是W11還是W11下成績都不太正常 好在是V射的遊戲應該很快會修復吧 過來是全戰三國也是特意開到低畫質來看CPU的性能 這款遊戲中12代在W11下表現還不錯 12900K高出銳龍處理器不少 但是在W11下兩款處理器都出現了閃退沒有成績的情況 再過來就是文明6的DX12 AI性能測試 12900K的表現最好 其他幾款CPU我個人認為都可以算做差不多 大表格2同樣是調成吃CPU的畫質設置 這個遊戲似乎對AMD優化好一點 12900K和兩顆開了PPO的銳龍處理器差不多 12700K第一幾幀11代則輸得多一點 最後我們特意選了一款遊戲開到能把顯卡吃滿的畫質設置 看一看CPU的不同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結果是基本在誤差範圍內 所以如果你想享受高畫質的遊戲體驗 那還是要看顯卡的 順帶的我們也測了一下12代的新核顯HD770 比上一代HD750還是要強上一些的 比入門顯卡1030也要強 作為應急使用還是比較方便的 要說明一下的是CSGO前幾天大更新了 所以11代核顯的成績比上一次測11700K10低一點 不是我們故意跑成這樣的 遊戲也看過了 那麼就剩下功耗和散熱的測試了 在相同電源的情況下 單考FPU10 12代的整機功耗對比11代下降了不少 不知道是少了AVX512的原因還是混合架構的原因 和AMD的兩顆CPU開了PPO之後的功耗是比較接近的 稍微會高幾瓦 在IDA64裡面識別出來的單CPU功耗也是差不多的情況 當然因為軟件沒更新的原因可能也不太準 整機輸入功耗作為參考會準一點 如果軟件沒有識別問題的話 單考FPU20分鐘後的CPU溫度12代也比11代強了不少 比銳龍也要好上一些 以及一路看下來也可以發現 冰11下功耗和發熱都會高點 可能冰11下12代酷睿的性能發揮還是要完全一些 考慮到我們日常用電腦不是什麼時候都是滿載運行 所以也跑了遊戲時的功耗作為參考 可以看到在運行古墓11最高畫質 也就是差不多偵測下玩遊戲時 12代的整機功耗其實是比開了PBO的銳龍處理器低上一些的 因為Afterburner也沒有更新支持12代 所以單獨的CPU功耗暫時看不到 遊戲時的CPU溫度也是12代比較低 空調我們是開到了23度 如果這個溫度識別沒錯的話 12代這個打薄核心的策略還是有效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 有好幾個項目沒來得及做 比如超頻 還有總之不是大小的混合核心架構的調度響音測試 以及12代用D4和D5內存的性能差別等等 後續我們會找時間補上,可以先關注一波 不過這麼多項目測下來也能得出一個大概的結論了 首先對比上一代除了AVX512這個比較特殊的東西之外 12代酷睿無論是單核還是多核性能都有著大幅度的提升 功耗發熱也是有所下降 整體來說是更加優秀的 這次真的是牙膏擠爆了 對比競爭對手的產品 首先單核性能總算贏回來了 而且不是誤差範圍內那種贏 多核性能的話 對比定位相近的銳容處理器開了PPO的成績 算是接近或者小數一點 小超之後說不定能趕上 就是不知道功耗發熱要加多少 關於售價這一塊 在考慮上什麼預售價、秒殺價、活動價、亂七八糟價之後 我覺得12代酷睿的特性如果能對應上你的需求 還是值得考慮的 當然只有一顆CPU你是用不了的 12代首發只有Z690主板 價格還是比較高的 如果本身不是高端玩家一開始 就沒有考慮投入這麼多錢到主板上的話 那可能還得等 以及雖然還沒有仔細測多任務的調度 但是單個軟件的調度就已經能看到一些問題了 雖然這些問題隨著軟件和系統的更新 多少是會修復的 然後是D4和D5的問題 初期DDR5內存條本身以及支持的主板都比D4的要貴 如果你本身用不到特別吃帶寬的應用 同時D4和D5的遊戲性能差距 真的像Intel說的那樣在5%以內的話 那可能暫時還是D4的性價比高一點 現在Intel這邊的牌已經打過了 就看對手怎麼出招了 目前AMD的新處理器還是一點消息都沒有 但不管怎麼說 確實是有互相競爭的情況下 CPU的性能提升速度會比較快 就對用戶來說是好事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喜歡這段影片點一個訂閱 就不會錯過後面的精彩內容了 我是翼王,下次再見,拜拜!